中衛的楊先生 這是我們的主辦單位 中衛工的楊先生 他輔導全省的形象商圈 那這邊有淡水的商圈 有富士的商圈 有彈劃園林的商圈 也有台中的台北市也有來 所以大家互相分謀學習 你們不只蝦文不可以這樣子 不只蝦文不可以這樣子 我們也謝謝我們政長跟我們執行長 讓我們來做一天的西羅人 大家覺得今天好不好玩 好 大家的菜買的供夠多 去菜市場買菜 大家有沒有醬油沒有買到 滷味沒買到的 等一下我們要繼續發揮我們的消費力 刺激台灣的經濟這樣子 那今天的行程很充實也很紮實 大家都是商圈有沒有 我覺得今天這個交流也比較輕鬆一點 既然我們都已經遠離台北那個緊張的環境 大家都來到我們這個比較樂活的小鎮 大家其實大家早上了解了我們的那個整個造街的過程 那下午我們又走了很多體驗的行程 那又看到那個市場裡面最有活力的台灣的那個台灣人的樣子 我們先請我們那個最北端的那個淡水商圈的代表好不好 那我們大家給他一個掌聲鼓勵一下 因為這邊的請教問題是不敢嗎 只是說互相交流一下這樣 因為其實我後來發現我們站著那邊的商圈跟西螺這邊的那個整個的感覺 製作公司完全相反 最近就要妳收拾不定 因為我們在那裡我們商圈收拾都是台灣的很年輕人 我們成立教拜日本他們開放開不大一點 沒有情茶 所以我們這一次啦 最後我們這一次很想要從西螺這邊 因為淡水商圈的發展 淡水當地的發展 趁熱全 universo 大家看我們有很多人 所以我們頂童是有就很努力在後面的整個古蹟園區 整個造景然後一些該保留的 我們正常是有很努力的在做 那我們是想要去看到就是說人家的老街 他怎麼去把他們能夠保存的那個精華 那個文化在哪邊 內容在哪邊 讓我們可以看到 是說看有沒有什麼對我們有一些建議 可以給我們一些指導 要不然淡水其實 太老年了 對啦 其實說太老年了 不然其實也是遇到 因為就是人太多遇到那個瓶頸 所以是真的要來取個筋 你阿婆給淡阿婆是我自己的 但是他實在要讓所有這個行業界中少 過的中少 所以一早我們淡水做這個差不多30多年 你現在上去淡水看差不多只有10多年 對 啊 害人求水 所以這個東西 說這實在是要打什麼 就是看有什麼當然是有些好的東西 我們當然也是需要公權力進來 就像這一次是有 我們這一次是有像大溪他們老街的那個豆干的事件 所以我們淡水現在是有做一個就是說 有去請就是說工單位他來查這些產品 設備衛生 對 你如果看有些該有設施下去的 那有店家 就是說我們商圈這邊是努力要去跟店家溝通 你就是要做這些設備下去 很常的設備下去 你一定要符合這個東西 不然你一邊出來的時候 其實整個月後 那些老街其實讓我們看到一個 那個業績瞬間趴到谷底去 我們真的大家會怕得到 那一邊真的影響到整條街 不過除了這個地方以外 我們還是希望說 如果我們說政長有什麼 給我們好的建議 因為暫時那邊真的是 我們這邊看到的是說 有誰 對對對 可是他的特色都有被 讓我們有看到 那個我說實在話 我自己這樣走一選 我自己都很想要就是叫朋友自己來走一走 請大家給他鼓勵一下 謝謝 其實喔 其實淡水喔 我是覺得 我也要去淡這次 以前在海風吃一點螃蟹 但是現在去就人太多 就是因為鄉下主習慣了 我有兩桌 用不像雅 你知道嗎 我們三個在這裡 就看到 就是大家 都很 不像事情做人 整條街 到晚上的時候 人家說也可以比較怕錢 車上都沒有人 整條路上都沒有人 但是我們就想說 在這個發展 跟這個保護方面 能來取得一個平衡點 你知道 我都太勇敢了 其實我也不羨慕說 想淡水那麼多的 那也是很辛苦 這樣 要我建議什麼淡水 我都不敢不敢講 我對那個活動了解 我都不敢建議 基本是說 我們老街 我是希望 有更多的街霧 能夠像這樣的提供出來 意思就是說 別說只有街霧在那裡走 看秀音而已 可以在我這個古書裡面 稍微看一下 所以 我們是希望說 因為這家老街上 據說 有這個 做人家的訂標 我算是半個 因為我媽媽是住這裡 我老婆是住對面 什麼地方場所主辦 這樣 以前我怎麼 我沒想到 在這裡想 所以 我是半個正常 在天明老街的正常 其實他們每一個